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 美国的牛肉不仅能自给自足 还能大量用于出口 牛肉产量常年稳居世界第一 在美国 牛的养殖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室内养殖 这种养殖的方式优点是出肉量多且快 缺点则是肉质较差 这种牛肉通常用于出口到中国等牛肉进口国 另外一种是户外养殖 这些牛以大自然中的青草喂食 常年奔走 因此肉质紧密 这种牛肉优先满足美国国内的牛肉需求 由于在户外养殖 到了冬天食物缺乏的时候 美国人也会用大卡车投放食料 帮助这些牛越东 在牛肉养殖区附近 通常建立着全自动化的牛肉屠宰及加工生产线 看着美国这位牛及杀牛的驾驶 难怪美国牛肉出口世界第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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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